公元1247年 一位南宋官员在他61歲的時候 完成了一部曠世奇作 此書記載了他畢生斷案喜悅的經歷 和神奇詭譎的驗屍方法 這部著作的問詩 預示著一個全新的學科就此誕生 此書的作者就是世界法醫學鼻祖宋慈 本系列我們將穿越古今 以時間為盡 對照800年間法醫學的演技與發展 眾所周知 凶器是破獲一起案件的關鍵線索 而在特製各異的凶器中 有一種可以做到殺人於無形 那便是毒 從古之間 總有人妄圖利用毒物作案 逃脱法律的制裁 但是一股強大的法醫學力量 將這些人推向了正義的審判台 從此 為師 這就有作為每一國的地方 是用作為全知的 然後抵制 大陸租 舍 公元1232年 宋慈剛剛從江西信封的一名主部 升任为福建长厅之县 上任一时 他便遇到了一起一案 为了查出真相 宋慈决定开关验尸 宋慈到任之前没多久 一个香绳洞黄花锥的时候 突然不死亡 香儿 夫君 夫君 来人哪 来人哪 关中尸体已经开始腐败 但凭借经验宋慈仍然从中察觉到一些信息 发现它尸体是核的 但是除了这个核的这个现象以外 就没有任何的什么刀伤啊 棍棒伤这样一些损伤 其次呢发现尸体是肢体肿胀 综合尸体表面的这些特征 宋慈得出的结论 与前任支线一样 死者为中毒身亡 但不同的是 前任支线认定 投毒者就是新娘 并下令秋后问战 宋慈却不这么认为 于是就招手 重新查办此案 接下来呢 他又对这个尸体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检验 在于我们古代 有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验读的方法 就是银针或者银钗验读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拔出银钗 观察银钗的顶部 是不是有黑色的这样一些痕迹出现 不过这个银钗顶部的这些黑色 有的时候 可能是死者体内的腐败物体 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就要用灶脚水 把银钗的顶部给它洗一洗 如果洗过之后 仍然是暗黑色 那说明这个人一定是中毒 利用银钗验读的方法 宋慈印证了此前的判断 死者确为中毒身亡 但是 要想更快更准确地锁定偷毒者 宋慈还要进一步查明 死者中的是哪一种毒 在《洗冤极录》中 宋慈详细描述了另一种验读法 用米饭团子来验读 这个看起来很荒谬可笑 但其实它是有产生原因的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 由于民俗文化的原因 法医是不能进行尸体解剖 那怎么样才能够检查的毒物呢 采取这种糯米团子 蛇去央猴部位 而把另外的其他的口 鼻 包括耳朵 还有会员部 肛门 这些地方全部把的封闭 在处境它体内的气体向上提升 因此如果说它有毒的话 可可以使糯米团子上 腌的一些气味或者一些颜色改变 在变黑的糯米团中 宋慈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有毒物质 不过 几处极易被忽略的细节 引起了宋慈的注意 他推断 死者是被毒蛇咬伤 蛇毒蔓延全身致死的 八百年来 蛇毒越来越为人们所了解 但2016年的一起涉及蛇毒的案件 依然疑点重重 令办案人员费尽周折 关岳于一周前在家中 被烙铁头毒蛇咬伤 经过治疗逐渐好转 然而在一天凌晨 他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 院方给出的死因 是体内蛇毒突然发作致死 但这个解释并不能说服家属 因为在此之前 关岳恢复良好 很快便能出院 如今毫无征兆地死在了病床上 他的家人怀疑这是一起医疗事故 申请有关部门进行调查 这起案件最终由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周易武教授接受 关岳到底是不是蛇毒病发症之死 为了得到准确的答案 周易武教授需要检测他体内蛇毒的含量 一般我们会提取玻璃体液 血液 尿液 胃类的物 肝脏 蛇毒咬痕的局部组织 进行毒物检测 在这起案件中 虽然已知毒蛇的种类是烙铁头 但为体内蛇毒定量依然存在很大难度 蛇毒现在定量非常困难 因为它毒素不一样 成分不一样 那么我们现在有那种新的方法 就是用显微镜进行检测 蛇毒进入人体 可以作为一种抗原 法医利用相应的蛇毒抗体与其结合 以产生一种复合物 它会发出一种特殊的绿色的荧光 所以我们在荧光显微中 看着绿色的颗粒和细胞 都是含有蛇毒毒素的这种成分 经过荧光染色后 结果一目了然 那蛇毒呢 虽然是有 但量非常弱 通过现代科学的检验方法 周易武教授可以检测出蛇毒的种类与含量 但是在八百年前 无法使用这些手段的宋慈 却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 宋慈在观察从死者口中取出的饭团时 一口不寻常的味道 引起了他的注意 饭团散发的气味 让宋慈回想起开关时冲出来的那股腥臭味 不寻常的腥臭味能说明什么问题 会跟死者的死因有关吗 顺着这一现象 宋慈有了更多发现 在一看他两侧肢体的肢脏是不一样的 左侧明显 右侧稍微轻一些 在记者一看 发现尸体上左侧有两个小的褐色的斑痕 死者左腿上的褐色斑痕 被宋慈一眼认出 这正是毒蛇的咬痕 基于腥臭味 不对称的肿脏 毒蛇牙咽这三点 宋慈更加确定该案死者死于蛇毒 后来宋慈把蛇毒致死的特点 写入喜冤极路为后事所用 但由于时代的局限 他使用的有些咽毒方法 在今天看来并不十分准确 大家认为银钗遇到有毒的东西会发黑 这是因为我们古代经常使用的一种毒药叫做皮霜 我们古代受限于当时提纯皮霜的工艺水平有限 生产出来的皮霜中含有大量的杂质瘤 瘤这种东西遇到银 会可以导致银变黑 所以说古代是用银钗来检验有没有毒 实际上是检验出了瘤 虽然这种检验方式在今天看来并不完全正确 但是宋慈验毒的理念 却给后人带来了很大启发 在2016年的这一起案件中 官越因蛇毒致死的可能性已经排除 那么他的真正死因是什么 周易吾寄希望于进一步实践 当打开死者的胸腹枪 一股特殊的气味引起了周易吾的注意 当打开胸腹枪的时候就从一种特殊的一种叫不幸人味 包括打开楼枪也会有这种味道 打开胃把胃能乳拿出来也有这种特殊的味道 那么我们后面就要针对这一类的毒物进行系统的化验分析 首先要对从死者体内抽取的血液进行普鲁士兰实验 普鲁士兰是对氢化物的一个定性实验 在血液里面还有氢化物产生氢化氢气体 那么它在溢出来的过程中遇到烧瓶口形成一种落核物 这个落核物就是一种鲜蓝色 就是我们普鲁士兰这个颜色 感谢观看 那么它是普鲁士兰反应之阳性 就表明血液里面含有氢化物 氢化物是一种剧毒的化学物质 有苦性人味 如果摄入高浓度氢化物 数秒后便会死亡 那么关越真的是死于氢化物中毒吗 法医还需要对观越体内的氢化物做定量检测 将经过处理的胃内溶物 肝脏 血液放入毒物检测仪 等待结果的出现 现在显示确实是氢化物浓度比较高 已经进入致死量 关越的死亡原因 虽然已经确定 但他为何会氢化物中毒致死 却还是个谜 800年前的蛇毒案中 宋慈也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 虽然通过腥臭味 不对称肿胀 毒蛇牙印这三点 宋慈确定新郎死于蛇毒 但他是被毒蛇意外咬伤 还是有人利用毒蛇作为杀人的手段呢 毒蛇是冷却动物 而且视力较差 所以夜间伤人的情况 只发生在蛇洞附近 不可能发生在热火朝天的婚宴上 这个死者肯定是他杀 但是杀人的人 会不会就是信仰呢 这起案件对于宋慈来说 有着非同群长的意义 宋慈四十一岁考中进士 考中进士往后十年担任 没有工作 五十一岁才当了产厅县令 这不仅是宋慈新官上任后 接受的第一起案件 也是日后的法医学鼻祖宋慈 人生中第一次独立断案 带犯人 新娘见到新的大老爷 还要成熟了自己的年轻 他为什么前面招供了呢 是因为前任先令 对他刑刑逼供 他受不了了呀 所以只有照顾 新娘的陈述 宋慈并没有轻信 但如果事实真如新娘所说 那凶手会是谁呢 福君 福君 宋慈就问 你的老公家里面 有没有跟人接仇啊 没有跟人接仇啊 从新娘的陈述中 并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但是当宋慈提出一个疑问的时候 情况发生了变化 那么宋慈他就继续问他 在这附近有没有人是养蛇的 或是卖蛇的这些人 那么新娘就想起来了 戈壁的拱山啊 就是个养蛇妇 新娘的回答 引起了宋慈的注意 他立即派牙役 前往龚三家调查 原来呢 他是贪图新娘的美色 起了歹心 戈壁 西宴当晚 新郎的拱桌给大家 去进几个拱子 我进到龚三这桌的时候 他突然感到 好像被神针刺了一下 当时这个婚礼的场面 那么热闹 再加上他自己喝酒了 他更加不能确定 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事他就忘了 慢慢走 好 妈 客人们送走之后 来到洞房 香儿 舌头划走 清朗就感到自己呼吸急促 传播起来 最后就到地 中午把死 你不要吓我了 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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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来人哪 宋慈独立段的第一起案件 便通过自己独到的验尸技术 为新娘洗清冤情 将真凶绳枝一发 同样 在2016年这一起案件中 法医找到的一条线索 也帮办案人员指明了侦破方向 这个血液里面含有氢化物的浓度很高 胃烈乳物的氢化物的很微量 那表明 这个毒物不是通过口服 未尝到进入人体的 很有可能是其他的途径 在这个案子 我们就高度怀疑注射 随后 在死者注射针眼周围 检出的高浓度氢化物 印证了法医的推断 很快 办案人员在对医院护士的调查中 找到一条线索 据护士反映 关月死亡的当天凌晨 主治医生李林 曾为关月注射了一支药单上 并没有开出的真迹 后来走访得知 李林对化学毒物了如指掌 她家中还储存着各种化学毒物 其中就有大量型化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